你好,CGVFacebookFriends 就是非常的開心啊 然後從機場到酒店啊 然後戲院啊 所有的粉絲們都非常的熱情 讓我感到非常的開心 就是,就很開心啊 那必須的,我覺得在哪裡 就是大家能喜歡這部片子 我覺得我再忙也要趕 花一點時間過來跟大家說一聲謝謝 謝謝 今天粉絲啊,我覺得 就我有跟他們表演啊 然後他們會有一些回應 這些都蠻有趣的 我在其他地方都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因為很少就直接應候 因為可能真的也是因為語言不通 不知道幹嘛 所以就直接來演戲 然後大家能就是 能馬上能知道 這個body language的那種 所明白這樣 我覺得我的魅力就是 人很好 很棒 很棒 因為我有一種喜感 就在表演的時候會有一個 莫名的一種喜感 是讓角色的討喜 然後也是讓我往大路 能展現魅力的時候 現實生活中 我以前比較大方 就是喜歡就是直接說出來 那可能長大 那個失敗距離越高 就漸漸的就不說了 就默默喜歡的人這樣 就照顧好他 其實男生都是這樣體貼 細心 都會讓女孩子蠻喜歡的 我喜歡那個溜冰場 就是那個年代 其實因為我沒有經歷過 那個溜四排輪的 四顆輪子的溜冰 我的年代是直排輪 然後那個時候是重建 九零年代的一個 可能台灣很流行的一個 遊樂的地方 讓我感到很新鮮這樣 然後又很浪漫很漂亮 然後我又在那個地方 練了很久的溜冰 所以我看到那麼棒的場景 我特別開心 我說過 大叔的團隊拍 不收錢 那個是 我覺得是一個 韓國很經典的一部電影 從小就看過 好小的時候 然後那個角色可能 就是在我心中印象很深刻 我覺得是男人 都會喜歡那個角色 能演到真的是 可能像徐泰宇一樣 因為演員一生 就等這種一個角色的出現 這就是演員的命 我看那個七號房的禮物 就是 但我很喜歡韓國電影的質感 然後拍的可能 那個懸疑片啊 拍的都很好 然後畫面很寫實 然後又很美 我覺得這是韓國技術上面 很強的地方 然後 就很希望能拍一部 屬於韓國的作品 讓我自己 什麼類型的片子都會去接觸到 滿好的 我可以壞 然後也可以很好笑 所以我覺得我是一個 不會受限制的一個演員 那我覺得 我還年輕 我當然想要走 先往外的角色發揮 那可能比較偏向喜劇 去看電影 浪費你兩個小時 你得到什麼 你想給觀眾什麼 那可能 我想給觀眾一點笑聲 然後一點累 這樣我就覺得很開心了 我有沒有計劃 目前沒有這個計劃 但是我心裡想的是 等我拍完 我現在在拍的交助傳 大概七月中會殺青 對然後 應該就會比較有時間 可以再次過來 跟韓國的朋友卸票 或是辦一個見面會 然後就是 再一次謝謝大家這樣